天空一声巨响,小二闪亮登场 大家好,爱你们小二又来了 话不多说,这是主题 吴磊关晓彤接受采访 主持人问关系如何 磊磊说像兄弟 关晓彤说像姐妹 这个太棒了 三十二届今期讲直播的时候 记者采访陆寒 陆寒说非常期待 说完就Q了魏大勋,让他说两句 魏大勋充分发挥了憨傻本性 来了一句我也非常期待 随后Q了霍建华 霍建华一脸傲娇的小表情 没有问我别Q我 话音刚落似双手指 同时直向了正在看热闹 正开心的傻子吴磊 镜头一转 这边的吴磊像个二傻子吃面包 自知笑得大牙还没来得及收敛 吴磊太难了 他只想安静地吃个面包 还是陆寒采访合影 吴磊被迫站在陆寒关小童的中间 太可怜了 这个电灯泡一千瓦的 爱情保安C位啊 同样的金鸡脚 姚蜜 妮妮一众美女接受采访 有谁注意到正在吃小面包的吴磊又被抓到了 局促不安的小表情 疯狂犹豫到底该不该吃 随后慌忙的背骨身去 太该了 讲道理吴磊人员真的很好 到哪儿都会比Q的 吴磊和梨花也是一生之敌 参加活动发布会被梨花吓得怒怒远征 排综艺的时候 二傻子吴磊又来了 带着狗头头套去逗狗子玩 转头之间脑袋转呛也是可怜吧 拍电影时 大家大喊新年快乐 吴磊倒好学鸡脚 转头就被鸡得便便 到了自己肩膀上 一年快乐 可无情拍电影时 小马不会起场 吴磊亲自示范 这狂暴的姿势 马儿都被吓傻了 你觉得这就是吴磊 那你错了 另一个吴磊更稀粉 记得小时候 小儿和爸妈一起看吴磊演的娘妻 一家人齐齐落泪 她小时候拍的电视剧 就是相当于看一个 比你小的小朋友在飙演技 狼牙榜沙海穿越火线我没看 因为不喜欢男性题材的电视剧 看了心汉才知道 哇塞 吴磊太阳刚了吧 为啥变成这样啊 说实话 那与现在的男明星 有颜有演技 又阳刚等 有几个 真正上头的是他骑自行车 从泉州到厦门的Vlog 迎着夕阳单手 拖起自行车的样子 阳光又有生命力 还有骑到静香 是人民政府门口 帮忙收拾背包走人的样子 妥妥的搞笑难无疑 我很好奇 吴磊究竟是个啥样的人 买他的书地面飞行来看 感觉他又男人又小孩 从小知道自己喜欢演戏 妈妈陪着他到处跑剧组 感觉那么小的一个孩子 就能找到毕生所爱 倾注权力很了不起 而且学业也没有落下 翻看豆瓣 作品已经高达一百多部了 没有高度的思虑 真正玩不成这么多事 我比他大几岁 还是对烂面 啊 我感觉 他是个对工作超级认真 且负责任人 看花絮 他盯着导演监视器的眼神 让我觉得认真到吓人的那种 就是那种 我的眼里只有工作 谁来烦我就能当你的那种 哈 形容有点吓人啊 不过这是我的真实感受 我羡慕他很小就找到 自己热爱的事业 但说实话 我有点同情他 从小暴露在监视器底下 演戏演戏演戏 好各种的剧组 过早进入社会 相当于他整个童年 都曝光在营物底下 就相当于 你的一切都被大正了解 没有童年又过早成熟 我觉得 他是有点压力在身上的 过早进入社会 就会过早了解 成人世界的而言我诈 可能这就是当演员 要付出的代价吧 我喜欢不卖惨的演员 那种受伤生病 都要让观众知道的明星 让我觉得很矫情 有个访谈吧 有个主持人说 他生病啥赶到现场 他低声让主持人不要说 我对他好感暴增 对观众而言 明星拥有高薪 真的没有必要靠 受伤生病去博取同情 一这么干 我就觉得很矫情 关键他没有 看心汉 他打戏水道去成 演技也行 不过眼神还得再练练 有时候看去不知道 他是在笑 还是在表达伤感 有点调戏 我最最喜欢的一点 他自己配音 我看惯了台词 不过关 请配音演员配音 他能自己配 让我觉得不突兀 台词公体扎实 看他的五官 我能预言 他以后会是年纪越大 越有魅力的那类男明星 而且他足够努力 又足够优秀 现在才23岁 想想他30多的时候 只要人品不翻车 他的未来有无限可能 希望现在的内衣 多点像他这样 顿能量的明星 对工作认真 负责 对生活积极向上 懂礼貌有分寸 这样的男明星 才能给社会 多点正确的价值导向 而且乌雷的嘴 真的值得 内与男星学习 一开口 敬险说话的艺术 面对镜头 大方得体 言语幽默 侃侃而谈 近期的一段采访 凭借言之有误的回答 又让观众出了 表演层面的成长 也看到了他的高情霜 深谙说话 艺术的一面 近日 吴雷接受采访被问 新汉灿烂中 单手抱赵露斯 是一条过吗 吴雷云淡风轻道 我只是具备了一个 成年男子正常的力量 他很轻 所以单手抱他很轻松 先肯定自己的行为 属于成年人该有的 再夸赵露斯轻 紧接着把话题 引到拍戏上 拍戏很难有一条过的 因为他有很多镜头 正面一变 反面一变 侧面一变 就抱了有个五六七八次吧 不知道忘记了 对比某些抱不动 就让女演员少吃点的男演员 这一波回答 简直是教科书籍的回答 提到抱女生的话题 还不得不提另一条热搜 李雪芹为爱的人疯狂减肥 在综艺中 模特陈鱼抱起了李雪芹 这让双脚离地的李雪芹 大为震惊 他这么手动的把我抱起来 他让我觉得我可以被抱起来 我是可以被喜欢和爱的 为什么李雪芹会说出 值得被喜欢的话 这得从他的一段恋爱说起 24岁的李雪芹 很爱一个男生 想跟他在一起 男生说 你瘦了 再跟你在一起 李雪芹疯狂减肥 瘦下来了 结果男生又说 我真的抱不动你 你怎么也得瘦到一百斤 一百斤我就抱你 那个男生的话 宛如一把利剑 刺激了李雪芹 炙热的心犯鲜血之流 绝望的李雪芹 开始恐惧抗拒拥抱 直到他遇到了摩托陈鱼 这个瘦瘦高高 腿和李雪芹 胳膊差不多粗的女孩 在李雪芹切了手指 想安慰她时抱起了她 陈鱼抱起李雪芹这事 治愈了李雪芹 内心曾经坏掉的地方 我心里有一块 曾经枯萎的地方 因为你又发了一颗小小的牙 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号 同样是抱女生 无垒的话 让人心生欢喜 李雪芹喜欢的男生 让人心寒的同时 还摧毁了一个女生的自信 可见语言的魅力和杀伤也都很大 常如鬼谷子所说 口者心之门户 聚谋皆强之初 说话既能成人之美 亦能破存口出 无垒这波说话的艺术 也给我们提了个醒 排口前三三而行 则有表达 让彼此沉浸在享受交流的快感中 而不是打击摧毁对方 第二 情商决定最终水面领 无垒让人如沐冲锋的言论 让我想起了一句话 智商决定没有资格和谁竞争 而情商决定最终谁能赢 被问女生多少精算胖时 很多男性都给出了一个冰冷的数字 而无垒给出了一段话 女生怎样都散手 也不可以说女生胖的 我觉得女生可以自己说自己胖 但是别人不可以说她胖 这句话我是真的有被暖大 这个对女性极其容易产生生态焦虑的问题 无垒没有顺着走 而是站在女性的立场 活会了这个问题 他的这番回答真的对女性充满了善意 尤其是有身材焦虑的女性 被问会不会和新汉灿烂的林不宜在一起 无垒摇头反复摸索大腿 处不好 为什么处不好 无垒之言 林不宜内心太复杂 她做事很极端 她爱得很极端 爱一个人就爱到底 复仇也很极端 不择手段 几乎是算计身边所有人去完成她的目的 因为家庭原因时时刻刻都在布局 都在下棋 还挺吓人的 言外之一提醒女生 哪怕新汉灿烂中男女主的爱情修成正果 但现实不是影视剧 所以不要试图用爱感化一个极端腹黑的人 会成为她的棋子 被网友喊话把古装焊在身上 无垒把话题转到了头发上 把古装焊在头上意味着头套要焊头上 头套焊在头上 那我的头发就焊不在我的头上了 无垒的善意释放在她的每一次采访中 她总是轻易地将一个问题的答案 上升到一个更大的范畴 女生的身材焦虑 择偶标准 熬夜脱发 且每一个回答都言之有误 让人嘴角不值前项 讲真比起她的颜值 她的思想 她的高情商才更全粉 从她的言谈间能感受到 她脑袋里是有东西的 比起一些艺人恩阿阿的 有气词回答 无垒每次有条不紊的回答 挺拉好感的 第三 说话是门艺术 有人说情商高是原划 耿直才是真性 但大多数人都是以耿直为毛 攻击他人的艾克罗斯之种 事后情飘飘来句 我说话指 你别记忆为自己开脱 历见歌体穿柔和 恶语伤人很不消 说话是一门艺术 它能直接将一个人的内心 暴露在大众面前 它折射的是一个人的教养与素质 在日常人气交往中 我们都应该做到 出言有耻 嬉闹有度 说话有得 凡事都要有分寸感 诚如论语中所说 好在适度 误在湿度 坏在过度 优优独播剧场——